生吃鲜肉在东非部分地区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情 在那里有一个民族叫马赛人 他们至今仍生活在严格的旧部落制度之下 由部落首领和长老会以负责管理 他们骁勇善恋 大多生活在草原和丛林中 与可爱的野兽为伍 他们以肉和奶为食 马赛人的饮料不是平常人所饮的各种汽水 而是动物的鲜血 无论男女 无论老少 都非常喜欢这种饮料 他们口干了就拿出工具 朝牛羊脖子轻轻一扎 拿气敏装了就直接饮 就像你们喝饮料一样 他们鄙视农耕生活 认为耕地使大地变得肮脏 马赛人把牛羊看成生命 在夜间 牛羊关在村落里 甚至和主人共居一个茅屋房 虽然几乎都是一家人住在茅屋里 但是 他们也不会感觉到有意味 马赛人曾流传一个古老说法 我们右手持长矛 左手持圆棍 就没有多余的手再拿书本了 此外 马赛人都随身携带一根圆木或长矛 用于防身或感牛羊 由于长期形成了习惯 即使进城逛街也不离身 据说这是政府特选 别的人是绝对不可以这样做的 你饿了吗 好 真好 我饿了吗 你饿了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